喜歡阿嬤 阿嬤做的菜好不好吃? 好好吃 我叫紫玉 我叫小白醋 今天要來做的是 油飯 這是什麼東西? 就糯米啊 糯米我已經泡過差不多兩個小時 裡面那個是 血蓮子 血蓮子 我有把它洗一洗 用電鍋蒸過 蒸了兩次 因為那個要蒸過 它比較硬 血蓮子蒸過 你看現在水開了 我把它放下來 這樣子蒸喔 對 蒸個二十 二十五分鐘 二十五分鐘 這樣子 好 這樣給它蒸 蒸25分鐘 這個已經蒸了25分鐘 25分鐘 對這樣子 好漂亮喔 可是要把它這樣 很香耶 這什麼糯米喔 現在還要這樣子燜個二十分鐘 等一下我要來炒料 再來拌 所以你現在是已經關火的狀態下 那再燜 二十分鐘 對 那個米才不會那麼硬硬的 是這樣子啊 吃起來才不會覺得說這樣 口感啦 口感是有的人喜歡吃硬一點 可是太硬了又覺得 炒一下不舒服 OK 不會很軟 那所以就是再給它悶 悶一下 悶一下 像我們那個飯一樣 飯煮起來 你也要悶一下 那個飯才會更Q更好吃 OK 現在來炒那個油飯 炒油飯的料 油飯的料喔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齁 就是 這個 豬油喔 不是 這個是 這個燒肉 這個是梅花肉 梅花肉 梅花肉的油 把它撩起來 OK 那這個這樣炒一下 把那個油炒出來 梅花肉的油 好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油飯 好囉 現在來 用這個 香菇 香菇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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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香菇很香喔 這是我們埔里的香菇 埔里的香菇 埔里的香菇 很有名耶 對啊 好香喔 可是如果你 有時候怕說生意人 不老實 摻到別的地方的 就沒有那麼香 好香喔 我們這個是 純粹的 是 處理香菇 好香喔 再來這個是 蝦米 蝦米 蝦米也是大概 一碗的量 看個人啦 看你個人的喜好 然後還有你的 東西是多少 今天我是做了 兩斤的米 OK 我們這個是搭配 兩斤的 肉米來做的 對對對 好 這樣炒出香 對不對 炒肉 這個是尬心吧 梅花 梅花肉 這邊準備的是什麼 薑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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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這個翻炒 再起 對 好 現在 我們來加一點 麻油 麻油 好 麻油加下來 加個薑末 加上去 薑末 對 哇 麻油的香味 對 這麻油是很重要的一款 對 麻油就這個時候才加 好 那現在我們來加醬油 加醬油 好 醬油 白油 素蠔油 哦 有沒有看到這個顏色 油亮 嗯 色香味俱美 對 就是需要這些東西 對 有的時候你味道到了 可是顏色不對 嗯 吃起來那個感覺就差了 對 加一點水 好 加一點水 好 加一點水 給它稍微煮 煮一下 煮一下 煮一下啊 嗯 對 這樣 那個肉啊 還會比較軟 哦 不會那麼硬硬的 OK 煮一下 讓這個肉可以軟爛一點 對 等一下 加一點點鹽巴是不是 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有醬油 有 煮蠔油了 對 所以就也不需要太 對 對對對 那現在 怎麼了 好來 好 現在就把它拌一拌 現在就把這個 煮好的糯米 對 跟我們的料 對 拌炒在一起就對了 對對對 好 那火 小火 小火 小火就可以了 那就是 讓 我的 油飯 對 的料 嗯 完全的混合在一起 對對對 就可以完成囉 對 所以這個要慢慢的拌 對對對 這個拌均勻 均勻 均勻就好了 哇很香哦 嗯 很香哦 就完成了我們今天的 螺幻 雪蓮子 油飯 雪蓮子 油飯 對 雪蓮子油飯 雪蓮子油飯 雪蓮子一定要 洗過以後到 電鍋蒸過 蒸過 蒸過兩次 我是蒸過兩次 蒸過兩次以後 它才會軟 跟米飯 跟米一起蒸的時候 它才會軟 不然你如果沒有蒸過兩次 會覺得 吃起來雪蓮子 口感會覺得硬硬的 就覺得不好 因為糯米是軟軟的啊 好 剛剛已經 加了一點點 胡椒粉 胡椒粉 看個人啊 如果喜歡胡椒粉 可以多加一點 很香啊 你的祕密武器 對 胡椒粉 好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子葉 我叫小白醋 跳跳 阿嬤 剛剛在吃阿嬤剛才煮的油飯 就是香噴噴 然後剛才有加那些 雪蓮子之類的東西啊 很好吃 它裡面還有香菇啊 可以讓人想再吃一碗 很好吃的 對 油飯 開當早餐的配菜喔 這是比較困難一點 不過你如果用一個小小的塑膠袋 是可以帶著這樣子去吃啊 就像是小飯糰這樣子 小小的飯糰 對啊 應該比那個人 普通的飯糰 他沒有味道那麼多啦 對 他只是 換要包一些菜那些而已 好 好 那大家學會囉 好 那我們下個影片 再見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還有訂閱 好那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爸爸很讚 哇好棒啊 你說得那麼快 爸爸很讚 好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